頭條新聞首先來關心 原本今天應該要返國到立法院報告號頂案的中研院長翁啟惠 在昨天卻傳出他透過電話向馬英九總統請辭中研院長的職務 不過馬英九總統並沒有批准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女兒翁玉秀持有數億元號頂股票風暴持續延燒 朝野立委一致呼籲出面說明 不過目前人在美國的翁啟惠二九號透過電話向馬總統請辭 但遭到總統當場拒絕 中研院長翁啟惠昨日傍晚在美國以健康因素為由 致電馬英九總統表達希望請辭中研院長的職務 馬總統在電話中並會同意 表示希望翁院長儘快返國說明 儘速回應外界的疑慮以維護中研院的聲譽 雖然總統沒准翁啟惠的辭成 但原定三十一號要赴立院說明的行程 也確定無法成行 中研院指出翁啟惠以健康不佳為由 暫時不回國了 又等到身體康復後才反台說明 而國民黨立委曾明宗上午在立法院 財委會質詢時表示針對號頂案高層級 相關人員有開會討論因應知道 如果會議內容中有涉及對外講法企圖影響股價 已經違反證交法一百五十五條 翁啟惠最終還是得給個交代 另外也傳出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女兒翁玉秀 在號頂解盲前賣了十張股票 金管會主委王立玲表示 大股東在解盲前出脫股票當然不OK 但也要釐清是否是事實 要有相關證據 金管會也不希望影響生計股的發展 記者綜合爸爸 這個學期在台北市十二所的國中小學 要試辦斷考可以翻書 希望改變傳統詞記背誦的學習 讓學生懂得去利用工具找方法 這個學期的第二次斷考 武昌國中今年級的數學科 要嘗試不同的評量方式 滿分一百分的考題裡 有三十分的題目允許學生open book 雖然是open book 其中一題還直接提示可以參閱課本第十六頁 但有人就是寫不出來 也有人翻都不想翻直接作答 我寫字速度是比較慢的 所以我通常不會浪費時間去翻課本 壓力沒那麼大 然後第二個就是前二十分鐘就是可以找到答案 你就可以盡量去拿到分數 以前滿討厭的 現在呢有這種方式就可以找到另外就是可以去嘗試解解看那個題目 就比較不會那麼快放棄 課本找不到答案 但上課有聽做筆記 原本害怕數學的學生也能試著解題 不過也有部分程度好的同學覺得有一點不公平 老師說這樣的成績和升學無關 這樣子做是想看看能不能誘發學生樂於學習 重點是說你方法有沒有用對了 然後你平常上課的時候有沒有用心去學習 是學習方法的改變 然後整個學習態度的改變 有很多人說就是時間有點不夠 就是翻書的時候翻書那一章就是時間來不及 除了五常國中 台北市還有十一所中小學在其他主科試辦斷考open book 題庫來自各科輔導團 教育局說成績和試題比例可以評估調整 但若能對學習有正面效果 會鼓勵更多學校加入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 台北市將加強警政校園以及社區的安全維護 不過由於精神病患的裂管 牽涉到了個人資料的隱私 還需要和中央政府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內湖發生沙童案 行兇的亡性嫌犯有毒品前科 還曾經毆打家人 卻沒有在台北市防護網的監視名單中引來批評 30號市政府緊急開會討論 決定要在校園部建三層警網 加強警察巡邏 提升社區的健警率 至於外界關心精神病患的裂管 則還需要討論 支持系統的一個認定 這個有牽涉所謂的個人的一個醫療 個資的一個方式 這個必須要中央 我們要跟他來討論一下 台北市忙著補破網 看在專家眼裡仍舊是沒有對症下藥 因為從沙童案來看 嫌犯有家暴行為 還出入過醫院的精神科 卻沒有被追蹤 顯見台北市的追蹤程序 以及局處之間的橫向聯繫 已經鬆掉 市政府還是沒有設法修補 那這種多問題多項的服務 如果沒有嚴密的系統整合的話 很容易就漏死掉 那一漏死掉的話 所有人都不知道到哪裡去 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說 我已經通報了 有時候我已經轉介 同樣是安全防護網的概念 其實新北市政府 在民國一百年就已經建置 名稱叫做高風險家庭管理中心 主要整合民政警政教育勞工 等十個局處連成網絡 服務對象除了18歲以下家庭 也包含有自殘或商人記錄的成人 光是去年接獲通報案例 就有一萬兩千多件 和台北市一千多件相比 明顯可以找出更多的高風險案例 不過其實在後續追蹤 也是碰到不少問題 家人可能還會覺得說 我們不希望家丑不要外揚 這樣的一個迷思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會面臨到 這樣的一個困難 所以整個社區民眾意識的覺醒 跟對這樣議題的一個敏感度 其實我覺得才是 我們現在縣市政府最大的挑戰 專家則認為高風險家庭問題 越來越複雜 除了必須跨局處溝通協調 也需要擴大瑞縱範圍 比方說竊盜呢 那當然前一陣子遊民呢 因為外部環境改變 而導致著人民的生活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順利 所以很多是社會挫敗 那他怎麼去幫助這些人 就應該依著他們的特性 來做更多的誇部會的整合 預防犯罪管控高風險族群 專家指出唯有政府各單位 化被動為主動 才能為社會建制兼顧的安全網 在雲林湖偉鎮 有一對年紀將近60歲的兄弟 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行車平安 自費鋪路做善事 一大早騎著摩托車 後面還載著工具 在馬路上巡視哪裡有坑洞 看見坑洞後就馬上下車作業 將準備好的例行鋪好 再利用推車來回重壓 不到20分鐘的時間 就能夠加馬路上的坑洞補平 又讓用路人行車更舒適 一行啦 一買一包吞一包吞一包吞吞吞吞吞吞 你現在一行一行 這麼大吞就落人心 是不是不舒服的感覺 你也開車也是一樣 注意令胡偉鎮的這對兄弟 年紀將近60歲 當初是因為自家門口的道路上出現坑洞 他們自行買利輕來補路 但在過程中卻補出興趣 兩個月前開始出現在胡偉的街頭幫忙補路面 這對兄弟就說 就是想幫助用路人 讓每個人都有好的行車環境 才會開始在胡偉街上補路 後續有民眾看到他們在補路 也會提供材料來幫忙 但兩位兄弟低調而且不求回報 只希望大家能夠行車平安 支持我們分享原理報導 支持我們分享原理報導